严谨的中医学者 我们大家都对江南老师都非常的敬重 希望大家都学习江南老师的这种严谨的学术风格 下一位演讲者是我们的张建国老师 张建国是我们山东中央大学海外校委会先任会长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山东中央大学客座教授 香港古商学院的院长 香港注册中医师学会专家顾问 香港古商学会专家顾问 市中联外置委员会常务理事 他是中华推拿疗法杂志的专家编委 是我们当代著名推拿专家 毕永生老师的亲团弟子 也是我们小鹅推拿孙仲三流派的第三代亲团继承人 我参与了多部全国教材的编写 也发表过二十余篇的学术论文 张建国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讲课题目是新冠后期的锻炼方法 下面有请张教授 谢谢 谢谢杨博士兄主持 非常感谢今天参与会议的各位同行专家 刚刚听了江南老师的讲课 受益非常大 谢谢你 之前几位老师同中医的病一病基中药治疗等等方面 进行整体调节 受王英副会长邀请了 邀请我担任这个锻炼方面的一个老师 所以我今天想与大家分享怎么样通过工法的锻炼 来达到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肺炎 那么我考虑不论怎么样的病症 我们都应该从扶症和去邪两个方面进行治神调气 这是中医的根本 因此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 增气刀影工是基于对新冠病毒肺炎的调制 而编写的 之前在香港的治疗邀请 我们进行了教学 根据大家的临床报道 我们这个增气刀影工 它的疗效是相对说比较显著快捷的 今天如果诸位能够对这个功法有兴趣 可以去教导大家进行锻炼 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功法进行重新的编写 谢谢 这个增气刀影工啊 我们共写了七个赤字 那么兼顾了人体的上胶 中胶下胶的气急锻炼 在锻炼过程当中 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呀 来选择某一个式子 因为七个式子当中 我们针对了不同的脏腹部位 以及对于取邪的方法 所以能够辩正的进行锻炼 可能效果更好 那么锻炼的次数 我们要求每个星期至少三次以上 或者就是隔日一次 最好的每天一次 早晨五到九点这个时间 扬起生法的时候效果更加好 这是对功法的锻炼时间的要求 首先是预备式 我这个照的片子不是很转业 我都是用手机在公园里面照的 大家就这样随便看一下 那么选择中胶站装饰 这个照片呢 大家看不见 我的膝关节是围曲的 这样习惯节去了以后 全身放松 旋顶拔背 沉肩垂肘 射点上额 自然呼吸 也可以选择 平坐式 那么平坐式啊 是对于身体虚弱的患者 或者年龄大的病人 也是旋顶拔背 层肩垂肘 那么两手放在大腿上 大腿和小腿的夹距呢 是九十度 两距一肩等宽 第一次是三田开河 三田开河呢 是为了打开人体上中下三个丹田的气机 那么在锻炼过程中需要我们配合呼吸 吸气的时候 两个手 外分 掌心要朝向外 两手背 相对 呼气的时候 两手向灰和龙 手心相对 那么 吸气和呼气 我们都希望能做九次 取九九老阳之术 先做下丹田 第二是中丹田 最后 上丹田 三个丹田开河完成之后 两手掌心向下 变阴长 肢间相对 呼气的时候呢 逐渐向下出 直到推到吃骨联合的位置 这样呢 用意念导引丹田的气机啊 上中下来调制 这个是三田开河的做法 大家看一下 呼气向里 吸气外分 这是下丹田 九次 中丹田 也是九次 吸气 呼气 呼气 一手中丹田 上丹田 由于时间呢 我这个动作呀 没有做九次 呼气 继续呼气 呼 然后吸气 吸 呼 鼻吸鼻呼 吸 呼 呼 动作九次 这是第一次 三田开河 第二次 叫 单凤点头 那么这第一次以后啊 两个手抬起 然后翻掌 掌心相对 缓缓曲肘 然后两拇指 扫双血响对 来做一个 合时挡胸的动作 直接向上 然后 前臂向内旋 带动手掌 手指 来逐渐敲打 弹中穴 那么我们要求呢 敲打 二杯 到四百次 就可以 当然如果是患者 胸部的 某个部位的疼痛不舒 我们这个敲打呢 也可以对准 疼痛不舒的部位 好大家再看一次 两臂抬起 阴阳掌 合掌 敲打 弹中穴 那么这些呢 能够激发 患者 中丹田的契机 能够激发患者 中丹田的契机 文书里面就讲 弹中穴 为气害 这样呢 对于心肺损伤的病人啊 能够激发 他的精气 然后进入第三节 就能够 让病邪 逐渐排除体外 那么第三节啊 是叫座右开工 那么以左侧 轴窝 为例 我主要是想 用 对侧的手掌呀 来拍击 对侧的 轴窝 那么在拍击过程当中 希望能够 手掌 手掌和周关机 能够对抗 派和 这样效果更加好 大家都想到 有一句话叫 巴虚 林书里面就讲 说费心有邪呀 气气流于两轴 那么干有邪 气气流于两一窝 屁股邪 气气流于两臂 两大腿 肾有邪呢 气气流于两锅窝 这就是巴虚 所以我根据 内经里面的巴虚 来调治 肺心有病的 作用开工法 那么大家请看一下 我这个锻炼方法 这是以左手为例 左轴为例 拍击的过程当中 双方要密切配合 对抗 拍击 那么周关节 拍完之后 拍完结 再看一看 自然呼吸 那么作用开工的锻炼方法呀 能够使 病毒等外邪气呀 顺收太阴费经 守阳明大肠经等等 守三阳呢 守三阳呢 向外排出其外 所以这一节 是比较重要的 取些外主的方法 第四式啊 叫出爪亮刺 出爪亮刺 那么吸气的时候呢 两手从两侧 慢慢的提提 须肘变成阴阳长 掌心相对 然后向前 慢慢出 劳工外分 吸气回来 呼气外分 这节出爪亮刺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因为我是借用了 我们传统的功法 乙筋经的功法 注意 配合呼吸 呼气外戳 吸气回来 那么 戳爪亮刺呢 能够更好的 疏通 守三阴 守三阳的契机 这些邪呀 从 守三阴 守三阳 以及周深的皮毛 穴位 导出题外 所以说 能够更好的 使邪有出路 那么到此为主呢 出爪亮刺 座右开弓啊 基本上 难够使并邪 顺 上部的学位 就是 守三阴 守三阳 而走 那么之后 第五诗呢 叫 运土行水 运土行水 那么这一阶 我们主要是来 激发 患者 中胶脾胃的功能 来激发呀 患者中胶脾胃的功能 因为脾胃 为后甜之本 许多病人的 疾病后期呀 对胃肠的刺激特别大 所以我们呢 以这一阶 来调整 宗教的契机 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 我们有一肚脐为中心的 柔肤 柔肤 由顺 任脉 和 祖阳明经 向下的推打 这样呢 能够对 宗教的契机呀 有一个舒畅的作用 这些功法当中呢 是 自然呼吸 自然呼吸 顺师征和逆师征 然后顺任脉 到宗教契机下行 然后顺阳明经 向下倒气 所以这一阶 这一阶呀 我们就是 健脾和胃的 对于那些 新闻病人后期的 那个 细微的损伤 例如 恶心 呕吐 大便秘阶的症状 或者是 腹胀腹痛的病人啊 我们就可以 多做这一阶 运途 行水 这是第五事 到宗教 那么第六事呀 叫三盘落地 三盘落地 三盘落地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定要配合呼吸 就是说 看到这个 我在下安的时候 一定是呼气 上梯的时候 一定是吸气 第二点要注意 我每一次翻转的时候呀 都是非常柔和 缓慢的 而不是非常机械的 翻转 那么下安的时候呢 这个气机呀 变成一个气球 呼气 上气的时候呢 变成球 气球在手里面 进入丹田 气住 下压 气球 吸气翻来 进丹田 这是三盘落地 请再看一次 呼气 下压 到西班级 想屏的时候 再提起 吸气 吸气翻来的时候呢 这个两个球啊 就进入丹田 下丹田 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 我们这个 落下的这个高度呀 不一定按照我要求的 三盘落地呢 我们主要是把气机向下引导 引导至下丹田 那么这些呢 能够起到 鼓舞下丹田精气 不胜田精 交通心肾的作用 如果患者 有腰细酸乱 消遍聘术 或者投云耳鸣 烦躁不安 等等这个呢 可以多做一点 这是三盘落地 第七节是 真气归原 那么经过 以上的功夫的锻炼呀 我们激发了上胶 上胶的精气 特别是心肺的气机 并且能够导引邪气外出 然后把气机 引向至中胶 开通了脾胃 之后呢 再从中胶啊 到达 下丹田 那么就是第六式的 三盘落地 那么第七式呢 就是真气归原 因为我们这个功夫法的作用 首先是 首先是鼓舞气机 取些外出 然后呢 要做到 真气 能够回归丹田 鼓舞正气 所以啊 第七式是真气归原 那么这个呢 病人可以是战事 也可以是平坐 做到第七式的时候 我们要求自然呼吸 自然呼吸 意念 四手非手的 手在丹田 特别是下丹田 周身放松 然后呢 做一个马当式的战利 或者是平坐 然后 宁身于下丹田 所以古人就讲啊 说处师奉师 传口诀 之叫宁身入气穴 那么这句话的 气穴 宁身入气穴 在哪呢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呀 这个宁身入气穴呀 是指的下丹田 根据我个人体会 下丹田的位置 在小腹 一般情况下 在肚气以下的 官员穴 里边 小腹的前后座有正宗 那么因人而异 有的 有的人 他的丹田位置 可能在小腹正宗 有的人呢 偏坐 有的人偏右 并且丹田的大小 会随着我们 功夫锻炼的不同 而变化 丹田的大小呀 是变化的 因此呢 我们不要 不要 不要 局限于 某一个部位 例如 肚脐 例如 气狠 官员 或者 气充穴 等等 那么 只要是 小腹部位 都可以 那么 这样呢 用 双拳 来 交替 垂机 消腹 双拳 来 交替 垂机 垂机的过程当中 力量 以 本人承受 维度 频率啊 是 一分钟 二百次 作用 不急不慢 再看一次 你看一次 力量 频率 引人二一 总之做到 不急 不俗 这样呢 能够 这样呢 能够使 人体的 正气啊 归于 丹田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能够 更好的 激发 人体的 元气 这样呢 就达到了 扶正之 目的 那么丹田 在古代 历代的 养生家当中 特别 特别 重视 我们中医的经典 南京里边 也有 一定的 论述 说 这个下丹田呀 是性命之足 生气之源 五脏六腑之本 失了经脉 之根 营养之慧 呼吸之门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 任脉 独脉 充脉 代脉 都是其余 下丹田 那么我们讲的 以原三起学说呀 实际上 就是 任督 充脉 其余 下丹田 而不是 其余 其他的 所谓的 很多 穴位 或者 故位 这一点呢 之后 我会 在 实际 用文字 来表达 那么这些呢 是 我们这个 七个式子 非常简单的 进行 新冠病毒后期 或者 之前的这种功能锻炼 那么 催挤完了 丹田之后 要 搓手 玉面 梳头 收工 催挤完丹田之后呢 搓手 玉面 梳头 收工 那么 催挤的次数 我们要求是 一千次 以上 这是 整个 功法 输工室 恢复 中当 战装 这是 整个 功法 那么 对于 这个 整齐 刀引工的 全面的 论述呢 我只是补充 第一点 对于每一个功法的锻炼 必须是 呼吸 意念 知识 三个方面 游击配合 呼吸 知识 意念 三者 游击配合 我们要求 有时候 动作 要配合 吸气 或者呼气 那么 呼气呢 是 引邪 外出 吸气呢 是 财纳 正气 这是 呼吸 知识意念的 配合 第二点 整个功法锻炼过程中 首先是要激发 胸部 中丹田气机 然后 用 适当式子 特别是 第二第三式 取些外出 最后呀 一定要收工 要 把精气 归于丹田 这样就达到了 鼓舞 气机 取些外出 争气 归于严的目的 好 我就简单的与大家 分享这一些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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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的校友们 平安如意 心祥事成 谢谢 非常感谢 张建国老师的 这个 功法 张建国 是我们 山东中药大学 非常有名的 气功专家 他的授与恩师 是 毕童生老师 是在我们学校 当年教气功的 张建国 老师对 道教的养生 和内丹修行 也有很多的建树 后别两个周末 江峰中原大学 和山东中药大学 会连续举办两次 关于道家和 中医相关理论和 知识的一些讲座 我们会把链接 发给大家 有兴趣的 可以参加 再次感谢 张老师 下一位